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哈囉各位夥伴大家好 我是你們的好朋友陽熏祥Briant 今天就讓我來帶各位最後一次參觀 安利桃園體驗廣場 請跟我來吧 首先 我們位於三樓的品牌展示區 這裡是安利公司於2015年改裝完成的 相信各位夥伴對這裡都印象深刻 在紐粹來展示區這邊映入眼簾的 是紐粹來創辦人卡爾仁波生前的工作室模型 一轉眼就橫跨了80年 來到充滿紫錐花的美國紐粹來尊玉湖農場 牆上的瓢蟲和地上的蚯蚓 都是紐粹來天然有機的象徵 紐粹來透過簡單科技 將植物中的天然營養製成罐子中的植物營養素 再變成我們吃的營養食品 從採收到製成的完整過程 在這邊都可以一目瞭然 而在我身後的鑽粹墻 更是紐粹來實力的見證 穿過任意門 我們來到了巴西田谷農場 這裡的蒸葉櫻桃在還是綠色的時候 是維生素C含量最高的水果之一 這也是科學家努力研究的成果 回頭你會看見墨西哥佩達克農場 樹上的貓頭鷹肩負著幫我們抓蛇不填屬的重大責任 也象徵了紐粹來採用生物防治 進行不破壞自然的永續農耕 在紐粹來對於植物精闢的掌握下 我們擁有了全球十大高級保養品牌之一的雅質Artistry 透過珍稀植物中的有效成分 我們可以用更安全更天然更有效率的Artistry各種系列產品 來保養我們的肌膚 而安利的E-Spring淨水器更不用說 是全世界唯一一台十年全球銷售第一的家用精髓器品牌 20年來光台灣就有超過100萬戶家庭使用E-Spring精髓器 而我們現有美好的一切都要歸功於60多年前的這兩位好朋友 安利創辦人秉持著幫助人們過更好生活的理念 幫我們每一個人都能擁有公平的創業機會 伴隨安利四大基石自由、家庭、希望、獎勵、邁向全方位成功的人生 安利桃園體驗廣場 自2004年成立至今 伴隨台灣安利直銷商走過17個年頭 並且奠定台灣安利超過100億年營業額的建設基礎 如今因應台灣安利規模擴張 階段性任務達成即將垂詳細燈號 在萬般不捨下 我們也來看看在這17年 安利桃園體驗廣場創下了哪些傲人紀錄 安利優質產品透過一個一個的貨櫃 所以從美國與世界各地運來台灣販售 而抵達台灣的貨櫃就會來到安利位於此的物流倉儲存放 這17年一共累積超過2萬個貨櫃進貨量 堆起來高達95座台北101 是不是很壯觀呢? 而我們最熟悉的安利紙箱也很驚人 17年來總共累積超過2000萬個紙箱 把他們排起來可以繞台灣五圈 這麼多個安利紙箱 相信也有不少 是送來我們和夥伴的家中喔! 安利桃園體驗廣場開幕至今 17年來總共迎接了5000場 來自台灣各地直銷商的導覽參觀 還記得每年安利年會 我們都會在這裡拍照留念吃便當嗎? 不只有安利人來參觀 更有借貸超過500場的名人企業團體前來觀摩 以及600場來自全台大專院校的參訪 海外更有來自20多個國家 3萬名以上的外國貴賓來這裡參觀過 有沒有感到特別驕傲啊? 而來到體驗廣場一定要喝一杯R&J咖啡 這17年來這裡總共端出了150萬杯咖啡 是不是也代表它協助我們 傳遞出150萬個機會呢? 我總是在這一個位置 向我的新朋友夥伴講述一個又一個在安利成功的平凡故事 這10年來我自己也因此受惠於選擇自由自主的安利事業 從10年前的一場年會 第一次來這裡參觀給我留下深刻印象 到幾年後說要來這裡參加銀獎章培訓 更因為體驗廣場裡桃園機場很近 我每一次回國都會來到這裡停留休息 同時這裡也是我每一次北上跑行程的終極站 我也在這邊推薦了不少夥伴 安利桃園體驗廣場承載了無數人美好的回憶 更開啟許多人的事業機會 改變了無數生命未來事 安利桃園體驗廣場陪伴我們走過了17個美好歲月 我們更期待更大更好更有效率的安利公司後勤資源 繼續支持我們下一個17年 我是楊勳強,安利桃園體驗廣場 謝謝你,再見